这回咱们来看一下关于集成算法 我们该怎么样用代码给它实现出来 那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集成算法理论大家也知道了 集成算法也是我们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之一 尤其是在竞赛 还有就是要你提高模型精度的时候 我们首选肯定都是各种各样的集成算法了 今天我们的核心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Bagging思想以及再把Bagging这个东西 给它实际的用起来 那就咱们先来看这样一张图吧 在说这张图之前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有这样一个工具包 这个是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使用的 在这里我已经把这工具包给它列下来了 到时候大家在学的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工具包你看它这个界面还蛮漂亮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集成算法 这工具包它都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个帮助 感谢同学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 看一下就是它这里我记着有的是一个 这它的一个教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教程当中 它是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包给你简单进行了一个介绍 今天来告诉你这个东西 基本该怎么样去用 这个就给大家当成是一个课外阅读内容了 因为它这个教程内容比较多 我就不把这个东西单独的拿出来给大家一个去讲了 留给大家自己来进行一个阅读吧 对集成算法感兴趣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工具包 这个工具包当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函数 以及可置画的还有集成的方法这里都有了 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到时候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自己看一下 然后咱们先来看这个图吧 这个图当中 哎呀这是什么意思 画的跟蜘蛛网似的 这个图说了上一个事 就是说假设说现在呢 我拿到了一个数据 X这是我先有数据 那你说有数据之后啊 我的目标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咱们就拿P来表示最终的一个结果 从我的数据到最终的结果之间 这里啊我有很多条路可选 比如说现在呢 我按照一种处理思路 一种处理思路 得到了一个X1 另外一种处理思路 得到了一个X2 这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可以有多种数据处理的方法 那不同的处理方法呢 我们还可以选用不同的一个算法吧 在这块呢 我又写了一个F1 又写了一个F2 就是说比如说在这里 上面我用一个KN 下面呢我用一个决策数 这块呢我用一个随机森林 这块用一个支持相机 我可以用很多各种各样的算法 都能得到当前的一个结果吧 你看这里啊 就是我用了很多个算法 然后呢都可以得不同的结果吧 路是不同的 对于不同的一个路来说呢 我都可以得到最终的结果吧 那无论咱们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条路 是不是说现在我都有个结果 那对于这个结果来说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怎么样能让这个结果看起来更好一些呢 这时候想要去做的吧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简形的一个Bagin的思想 我们现在对数据经过不同的处理 得到不同数据源 再对不同的数据源 经过不同的算法 得到最终的结果 把最终的结果 我可以说简单说 把最终的模型一平均一下 我说这是一个平均的结果 是不是也可以啊 典型的一个Bagin的思想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进入算法当中啊 一个最基本啊 最本质的一个想法 是长什么样子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围绕着这样一个 非常基本的想法啊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进入算法 给它实际的拥起来 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首先啊 先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的一个数据源吧 这里呢 选择的一个数据啊 它是比较简单的 先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啊 它是这样 就是说 选的是 本身的数据集啊 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截取 截取完之后啊 它就是一个 关于美国的一个 政党之间的一个捐赠的感觉 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对这个政党 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但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说 他们政党当中啊 是不是会有一些候选人 会有一些参政的一个人呢 这里我们选的是两个党 一个是共和党 一个是民主党 好像有这么个事啊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历史熟不熟悉啊 反正我对这个东西啊 不是特别熟悉 关系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说啊 是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他们会占到议会当中的一个人数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共和党占了十个人 民主党占了十五个人 那民主党是不是就有优势啊 他们这里啊 好像就有这么一个事 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就是捐款的一个金额 然后呢 我们来指定 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这里啊 就是说 他们都会拉拢一些外界的人 他们一般可能用一个金钱 用一个投资 用捐赠来去拉拢 然后让你们参加我们 好像是这个感觉 然后呢 现在我们有的一个指标 就是这些 这些指标啊 就是说 现在啊 这个捐款我要预测 它是个共和党 还是一个民主党 那这里呢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就是最终要预测的一个标签了 说白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二分类 根据一项捐赠的一个指标 然后呢 去分辨一下 它是一个共和党 还是一个民主党 那这个指标啊 它有什么呢 在这里啊 简单列了一下 一个呢 就是当前捐款这个东西 它是个个人 还是个组织 以及呢 它捐款的一个领域 还有它贡献的一个大小 捐赠在哪年 捐赠的一个金额 这就是我当前的一个指标 大家啊 在看这个指标说 哎呀 觉得这个什么C啊 P啊 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特别 哎 不知道具体什么含义 咱们这些东西啊 具体的细节 咱就不管了 咱就把它啊 当成是一个属性值 一会儿呢 反正你这里边有些属性 我就把这些属性拿过来 然后呢 要做这样一个二分类任务就好了 我们的核心啊 是给大家讲 集成算法是怎么去做的 中间呢 这些属性 我也不是特别关心 也没特别的去强调 这个数据啊 到底本质上有什么含义 只是用这些指标 来帮助我们完成 这样一个事情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先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吧 我先对数据啊 进行了一个 简单的处理的一个操作 在这里呢 嗯 还是啊 把咱们这些老朋友啊 都导进来 那安排Pandas Metplot 然后指定一个 Metplot Lab 就是说 在Notebook当中啊 我要去使用这个 Metplot进行一个 绘图的操作 然后呢 在这里指定一个随机的种子 指定好随机的种子之后啊 接下来 我们在指定 任何随机的时候 比如说 你现在要切分数据集 切分成一个训练集 还有一个测试集 那这个时候呢 无论你代码 执行多少遍 咱们的一个结果 都是一样的 每次呢 都按照相同的一种策略 进行随机 这是一个随机的种子 首先通过Pandas.readcsv 这个inputcsv数据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那时候呢 大家就直接用 这个input.csv啊 就可以了 就是下面这个数据 然后呢 这个数据啊 当咱们在用的时候 我们会用 就是这个数据当中啊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 集中算法的时候 咱们会要一步一步的 进行比较 那一步要比较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就是 需要一个评判的标准来说 现在啊 你这个模型 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是吧 大家可能以前 接触过的一个评判标准 可能有精度 可能有召回率 咱们今天啊 用一个东西啊 也是比较常用的 叫做一个ROC曲线 或者是一个AOC的指标 那这个呢 就是你看我在SKLearn SKLearn的当中的 Matrix模块下 导进来了 我的一个ROC AOC的scal值 一会儿呢 我们用这个scal值 来当成我们的一个 衡量标准 如果说大家 哎呀 对这个ROC 什么AOC不太了解啊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 简单的来过一遍 这个曲线是怎么去做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SKLearn当中 有一个model selection 这个model selection啊 它就是 在我们 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 就是我们去 切分我的训练级 还有测试级 这个意思 然后呢 第一步啊 我先这么去写了一下 就是当前 我的一个指标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 就进行了一个分 首先啊 就是我把我的一个数据 咱现在的一个标签是Y吧 Y啊 就等于这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里 你看它是什么 REPDM 分别表示民主党 共和党吧 那这里就是说 它现在是一个字符值 我需要把它转移成一个 01标签吧 在这里 做了这样一个事 首先定位到 我当前的这个指标 你看 DFREM 我定位到 当前我的标签吧 看一看它 是不是等于等于 我的REP 如果说是等于等于 为它复制成一个1 那不等于等于 那是不是就是 复制成一个0了 这里啊 就是先对我标签进行复制 等于REP的 复制成1 不等于REP的 或者说等于DM的 复制成0 这个意思 标签拿完之后 是不是接来要做数据啊 那数据就很简单了 数据当中 就是把标签去掉 那剩下的 就不就都是我的数据吗 在我的DFREM当中 刚才不都读进来了吗 我照顾一下 把我的一个标签 这一列啊 注意点是把这一列 给它照顾掉了 一眨眼 一看我的数据 这种什么东西啊 都是一些属性值吧 属性值啊 咱们一般怎么办啊 用完后的Coding 这种方式吧 Pandas.gaddenis 我们就可以得到 完后的Coding 这种编码的方式了 这样呢 就把一个属性值 转换成了一个 离散值这个感觉 然后接下来啊 就是我进行了 一个Job的操作 Job什么呢 在这里进行了判断 X.std 这啥意思啊 对于一个列来说 如果说这个属性 当中的它的一个 就是标准差点于0 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里边都是 同样的值吧 一个列 比如说我说 现在有个体重这一列 所有人的体重都是120 那你说这列指标 是不是就没用了 一点差异都没有 我们怎么样 根据这个指标 找出来一个合适的结果 没是有什么 依赖的价值吧 所以说在这里 又进行了一个去调 又照顾了一下 那些都是一样的 在对等约数据 对我来说 是没有什么用的 然后呢 我进行了一个返回 在这里啊 就是我返回了一下 X和Y X和Y啊 就是我分别 是我的一个训练级 还有我的一个 测试级了 把我的训练级 和测试级都返回去 这就完事了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 当前啊 一个基本的指标 是等于多少的 一会儿呢 我们先一会儿啊 我们就要用这个数据 帮我们一次一次的 进行啊 多种实验的一个执行了